侄子上自家后院卸货让玉王失了面子 畜生我今天要你的命 玉王再次挥起拳头朝着江东连脸上达 一拳下去几颗牙带着鞋一起蹦了出来 玉王额头绷着青筋一双眼镜冒着火 似乎要将江东远烧的毛都不剩 今晚开始你上叔府的人休想再踏入我玉王府一步 风舟的商路你也别想了我们两家一刀两断 王爷你听我解释啊 江东远一张脸肿成了猪头嘴角挂着血 玉王一只手拎起他的后衣领拖着往外走 你留着跟皇上解释吧 玉王带着江东远离开 除了烟色飞脸上带着胜利的得意 其他人都是一脸凝重 老太妃灵力的目光转向地上的夏音冷喝一声 来人将这剑臂拖出去杖则二十轰出王府 夏音脸色一白连忙扑到了玉王妃脚边 奴婢自小跟在王妃身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求王妃饶了奴婢一命吧 这话传进玉王妃耳朵里 让她脸色多了一丝犹豫 夏音给木婉唇下绝子要是她受益的 若是这个时候真将她逼到了绝路 想到这里玉王妃扭头朝太妃看过去 然而不等她说话却听盛千玉开了口 太妃说起来夏音也是为羽儿挡了一灾 就这样处置了她 羽儿倒也有些于心不忍呢 江公子那边如何解决尚未可知 但是之前母妃既然许诺将夏音赏给江公子 我们还是留她一命 等父王回来再做决定吧 老太妃眼神柔和下来 难得你能有这般心境 来人将夏音关起来 等王爷回来再做处置 此时的羽王妃还不知道 这一出是自己女儿圣欣雅的手笔 竟主动挑起誓来 话说回来江东约是碰巧 来到了这里中了套 那下要知人会是谁呢 羽王妃说着话 眼神明晃晃的朝圣千玉扫过来 唇角勾起一抹带着冷意的笑 圣千玉皱着眉摆了摆头 这书房的洒扫 日常该是我身边的丫鬟安排的 不过我来之前 捕捉到了关键信息 眼底瞬间闪过一抹凌厉 太妃的话出口 圣欣雅站在旁边不由的冷汗之下 难道洪玉下药时被程千玉看到了 不过洪玉只是个三等丫鬟 她肯定不认识 圣千玉摇了摇头 有些迟疑道 这奴婢我并没有见过 不过她说是宁院子里的人 众人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若是别院的还好 偏偏说是太妃院子里的人 此时的圣欣雅更是慌的手脚 一根弦崩了起来 混账 太妃脸色一沉 手里的拐杖跟着往地上一戳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怀疑是我让人做的 太妃声音音冷 一双利谋看向孙妈妈 将扶寿员的下人都喊过来 让三小姐认人 看着太妃派了人去找 圣欣雅不由地捏紧了拳头 扯到太妃头上 她定要找到人才肯罢休了 不过她交代了洪玉 说自己是烟测飞院子里的 这样的话应该扯不到自己身上了吧 很快 孙妈妈将扶寿员的下人 全都带了过来 扶寿员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 你去认吧 太妃侧目瞧了圣钱宇一眼 脸上神情比平常更凝冷一些 圣钱宇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 毫无疑问 这帮人里不可能有 算算时间 玲珑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正想着 就听花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禀报太妃 方才护院抓住一个准备出逃的下人 看到那人脸的一瞬间 圣欣雅心里咯噔一下 双脚发燃险些站不住 红玉她怎么还在王府 不是已经给了她银子和卖身器 让她离开了吗 两个粗壮的婆子架着一个瘦小的丫鬟上前 你是哪个院子里的 你可知道私自逃离王府是什么罪 太妃双眸心里原本就带着气 一张连冷的让人不敢抬头 奴 奴婢是新来的粗屎丫头红玉 奴婢没有私自逃离 奴婢又卖身器 红玉似乎被老太妃吓坏了 颤抖着锦盲将麦身器拿出来递了上去 太妃威力的双眸死死盯着红玉 刚进府的粗屎丫头 怎么可能熟了身 这不对劲